12年前有一位越南小姐阮安妮 她来到台湾表演特技 结果就爱上了歌仔戏团的第三代 两个人因此结为连理 没有想到这位外籍配偶 她竟然也学起了歌仔戏 现在还是戏团里的小蛋 最感人的故事还被拍成了纪录片神戏 成为2016嘉义国际艺术纪录片影展的开场片 这是场国际性纪录片影展 现场来的许多艺文界人士共襄盛举 2016嘉义国际艺术纪录片影展开场片是神戏 想想要在后大海可以做博士 纪录片女主角阮安妮 圣森嘉义士文化局 一身细腐舞腔耍棍相当精彩 当景回到歌仔戏舞台后面 安妮正在化妆 秀丽的五官 大大的眼睛 正是歌仔戏里小蛋的适当人选 再过三小时就要开演 安妮还是不忘记认了学习的机会 那基本上她领悟性蛮高的 一点就通 有时候跟她讲比较困难的武器 然后依照她的方式来演出 她马上就可以龙跪幻通的 人家说走到老了 不必就是打到标准的程度 看似光鲜亮丽 但安妮有一段不为人知 心中永远的痛 她的女儿东东一出生下来 女儿就要喜善 母女两人情深 母女两人情深 跟她照顾 有时间就跟她照顾 安妮还要作戏 还要骗孩子 实在很认真 两个孩子 一个要再讨厌 那时就要作戏的时候 就要再去再落 戏就要上演了 歌仔戏团所有演员 正在穿着戏服和佩戴装饰 这是竹崎湘三区一处 神明生日 附近南宁老少都来参加 在庄头开演的难得大戏 一面吃板得佳肴 一面欣赏歌仔戏 竹崎 大家五六 很得适的就是 有一个媳婦 阮南的媳婦来这里 阮南宁就要作戏割戏 阮南宁就这样 讲到会戏割戏 又讲厚表演 又讲好看 真漂亮 阮南宁嫁到台湾 辛苦学习歌仔戏的纪录片 也在嘉义县大林镇老师院放映 记录片导演还特地前往越南 实地拍摄 从回安妮十岁时 接受训练的越南国家马戏团 十二年前安妮来到嘉义县泰宝市表演 软鲁鲁公是他拿手的绝火 吸引当地一家歌仔戏团少东张荒然的注目 经过交往 很快的第二年就结分 当年安妮才十九岁 一幕幕昔日情景 从回眼前 安妮充满感激和幸福 越南新住民安妮把台湾地方传统歌仔戏 花扬光大传承下去 是他最大的心愿 民事郑隆文嘉义报导